研发的很好 下次别研发了 哈嗨 朋友们你们有多久没有吃过鲜鱼鲜了 算起来的话我好像有两三年都没吃过鲜鱼鲜了 但是最近呢我发现他们家出了很奇怪的新品 我们一起去尝一尝吧 对对就是他俩 这个是黄金流沙玉米冰 这个长的还是很有视觉冲击力的 就是上面的这个玉米啊 它有一点危险 刚才能看到吗 它从这里滚了下来 上面的这个玉米 它应该是一个玉米雪糕 做的还挺逼真的 好聊 它是那种比较细腻的冰沙口感 不太甜就是淡淡的甜味 它这个玉米味跟之前我们吃的玉米雪糕不太一样 有点像糖条的那种玉米爆花的味道 尝一下底下 这个是一大坨冰沙 然后旁边是有玉米粒跟爆米花 还不错诶 这个酱就是那种类似于沙拉酱的味道 淡淡的酸酸甜甜的感觉 也是有一点玉米味 你看这边这都是脾气比较好的玉米 这边就是脾气比较爆容易榨的玉米 我真是第一次爆米花配冰汁 这个爆米花挺好吃的 它比较甜 然后是那种黏黏的有一点焦糖味道 我感觉这里的爆米花比电影院的好吃 淡淡里这个冰沙就是他们家比较正常的这种 稍微大颗粒一点的冰沙 甜甜的奶味比较重 我觉得整体还可以 它没有那种很冲的玉米香精那种味儿 爆米花这边我觉得比玉米粒那边要好吃 就是份儿太大了 眼儿都不一定吃 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到它店里来吃吗 在家的外卖之前我点的时候 比在店里吃的不知道要少多少 接下来是这个 遇见好事燕麦杯 遇见仙草燕麦杯 近期的新品 刚才那个图还是有一点点出路的 我本来以为柿子也会是那种 模拟柿子造型的那种甜品 但是它貌似真的是一个柿子 哦天哪 那我咋吃呢 我把它掀起来了 你不得不说它选的这个柿子 确实是熟到恰到好处 它很甜非常的软烂 一点都不色 就是自己扒皮太费劲了 烟麦是这种微苦的巧克力味儿 脆脆的 在里边的柿子汁 就没有上面的柿子那么甜 它就稍微偏酸一点 它好像有点淡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 我好像那个莽夫 我上了咖就把人的柿子给裹了 它好像是有绊到这个杯里的吧 我说这底下怎么好像没啥味儿呢 那我现在好像没有什么发言权了 我只能说它这个烟麦 混上一坨黏就就之后 口感稍微有一点奇怪 接下来是这个 玉剑仙草烟麦杯 上面有一些类似小汤油儿一样的东西 挺黏的呀 这是类似于水晶小汤油儿的那种东西 有黑芝麻馅的 那紫的可能是紫薯或者芋头 没吃开出来 它的外表那种有一点点哽啾啾的 尝尝底下 还是那个巧克力盐麦 下面是芋圆 再下面有很多的仙草凳 它这个口感真的很丰富 那种粘粘的里面有那个滑溜溜的仙草豆 再加上脆脆的燕麦 我真的好不喜欢这种东西里面 有那个大量的燕麦 尤其它泡了一会儿之后会变成那种粘积极的一大坨 真的好难吃好难吃 越搬越难吃 感觉鲜育仙这几年呢 确实是没有刚出现的时候那么火了 可能是因为大家对玉圆仙草之类的 没有那么陌生了 在我没有吃它的这几年呢 确实是有在好好的研发新品 除了这个玉米的 还有什么芋头的呀 黑芝麻的看着也都挺好吃的 然后另外有一些新品呢 研发的很好 下次别研发了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次再见啦 Oi Miu